美国众议院在12号投票判定司法部长加兰藐视国会 此前加兰拒绝交出美国总统拜登在其机密文件案中接受质询的录音 美国众议院12号就司法部长加兰是否藐视国会进行投票 最终以216票赞成20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判定加兰藐视国会 此前加兰拒绝提交涉及美国总统拜登在处理机密文件案件中 接受质询的录音资料 拜登曾在数月前被爆出在其一间私人办公室 发现政府机密文件 司法部随后展开调查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当天表示 对投票结果感到满意 尽管投票结果已出 但加兰领导的司法部不太可能对他进行起诉 此外白宫决定对这段录音行使行政特权 阻止国会获得此录音 也将使得对加兰提起刑事诉讼变得极为困难 现任司法部长加兰 涉及民主党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的司法部长霍尔德 和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再认识的司法部长巴尔之后 第三位被判藐视国会的司法部长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